大家好我是阿鱼 前段时间鱼妈又又又作妖了 在搞五福临门宣发的时候公开大喊 据说朱续丹在开机前辞演了该剧的配角 鱼妈内涵单子不讲信用 单子粉丝说鱼妈原先承诺女主是那扎 结果换成了卢玉祥 这件事谁对谁错我不感兴趣 但我可以百分百确定的是 这会是一部扑剧 因为鱼正的剧有一个定律 如果他从定妆照就开始丑了 那正片基本没救了 而五福临门的定妆照 只能说发挥了每个演员的颜值下限 这家伙的审美一直都是导演界的耻辱 所有的明星在他的剧里都会加上颜值debuff 只不过最开始他合作的都是杨幂赵丽颖这种特别扛造的美女 再粗糙的妆造弄在这样的底子上 美人还是美人 后来他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彰显自己的造型能力 不牵这些硬底子美女了 捧这些人有啥意思 翅膀硬硬全都飞走 不如牵一些小美女红了他的功劳能占到80% 当然这里面一靠洗稿绒梗 二靠搞噱头 我一直觉得他和郭静明是非常互补的两种类型 一个审美拉胯的一匹蛋抄得非常牛皮 一个是审美华丽的一匹蛋完全超不明白 简单来说就是 余震喜欢糟蹋美人 小四喜欢糟蹋剧本 余震糟蹋美人能到什么程度呢 有很多女明星后来出现在别人见头下的时候 我都会感慨 原来他可以美成这样啊 那为什么他当时在余震那是拉个样子的 比如吴景言他的古装是完全能打的 但是在上时里面就变成了一个愣愣的悲伤青蛙 还有陈妍希他其实也有好看的古装 但到余震的距离就变成了鸡腿小龙包 现在余霸的女主位是卢玉小 我之前就说过她是心境仆女 当时很多人嗑夜色上前这上头没这感觉 现在再看看她的各种广告和红毯 感觉如何呢 是不是有一种放到人海中就找不到的亲切感 可以说夜色上前的火小四功劳很大 虽然没有留住余露心最美的时候 但确实留下了卢玉小最美的时候 所以为啥不同导演镜头下的演员能差那么多 你是否也对如何把自己拍好看感到迷茫 明明自己长得还不错 为什么拍戏招来总会愁到想当场销毁 跟着阿玉走既能看剧又能变美 节目开始之前 鉴于每次听卢玉小都会跳出一堆人说我是余露心的粉丝 所以我必须要声明一下 余露心还没有资格让我粉 他最出名的不就是贾斯音吗 现在的我经过两年半的练习之后 早已鹤立昆泉傲视群家 这就给大家来一段过年祝福 快给咸鱼点个赞 一年好运都相伴 快给咸鱼头个B 天天开心不生气 点收藏再分享 买啥股票都能找 点关注不迷路 才升到你家里住 好了说回正题 我呢是一路看着余妈的剧长大的 她这人我早就看得透透的 对她来说拍戏最重要的是快 公敢在步步惊心前出来 也许攻略敢在如意赚钱出来 同样的题材吃头一波的流量 是她的制胜法宝 至于剧本身的品质向来是不大讲究的 这个贴头皮八字大中分 是她多年坚持的糟粕 从秦川到李浩兰 魏英洛姚子晶 不管什么朝代 什么人设 什么长相 反正八字中分不能丁 最搞笑的是什么 当初她忽悠周也的时候 说的也是 她觉得我的 偶大 对 这个形象挺好 她说我如果我拍这种中分的戏 一定会很好看 对 大家好开心 宝啊 你没有看过她的戏吗 她每个女人那里都是这么说的呀 而且她的中分 哪有什么量身定制 不过是最简单粗暴的复制粘贴 这个造型出来 为啥叶子没有被骂 不就是全靠一张脸在撑毛 什么叫量身定制的中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云至于里的卢宇小 卢妹子的三挺比例 其实不大规整 中挺长 上挺短 所以郭静明为了修饰比例 不拍的时候 都会在卢的头顶处夹着定型夹 就为了一开拍 这个顶发 有一个往上拱起的弧度 自然拉长上挺 这时候就会有同学好奇 她为什么坚持用夹子呢 喷至死量的发胶 不是更方便吗 当然是为了保持 前额这两片头发的飘逸感 拉配上各种动作和场景 这两片动起来 才能给你呼吸的感觉 所以卢在她的镜头下 格外灵动 还有 大曼桂里里的陈杜林 也被她发觉出了 不一样的美感 郭子像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她什么都可以辜负 但绝对不会辜负美人 如果你是一个严控 你就放宽心 造型上 她一定会用心设计 其实于震最近 在网友的鞭策下 也去透视了 郭静明头顶夹发这一张 但学了个四不像 有一种画虎不成 反力全的感觉 头顶发确实质润起来了 但她没有干得到 小思为啥这样做 所以太阳屑出的头发 又被她给贴回去了 哪有人的头发 长成这种路径的 要么走庄中风 贴得油光水滑 要么走飘一风 头上到下都给我飘起来 搞得要装不装 要飘不飘 像大了个厚重的黑头盔似的 其实她这么爱贴头皮 最应该学的是甄嬛传 人家对不同的演员 是有不同贴法的 贴头皮也是可以贴得非常讲究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单看一七八字贴头皮的艺术 而且我看得出来 死丫头这个人 心底是看不上郭静明的 当初她球摇 超得那么用心 超小思各种浮于表面 郭静明除了头顶处那个壶加的好 最重要的是 她在下面也加了个壶 这个壶正正好盖在 颅语小略宽的颧骨上 让脸型一下子就流畅 柔和了许多 而死丫头呢 大大方方给人露出来 这氛围感不就一下子没了吗 所以你们也别在 她直播间给她提意见了 没用的 她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美伤 这不仅体现在装造上 还体现在打光上 曾经有一个女演员问过她 你为什么现场不打光 她说我后期加滤镜一样的 这他妈能一样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图块 毕竟隔壁王家卫为了坚持单机位拍摄 每换个机位就要重新布光 直接布了三年 但你也不能懒到这种地步吧 她有时候连最基础的眼神光都懒得布 比如说这里 本来要展示女儿的坚定加楚楚可怜 可是因为没有眼神光 导致赵琴的眼睛像黑洞一样好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Amy身上 周也身上 这个也是大家自己日常拍要注意的地方 想要照片有灵魂 一定要给自己眼神光 否则你就是小于震 你们看主播的眼睛 因为小的水汪汪亮晶晶的不是真有那么水 而是前面有个环心灯 影视剧会做的更复杂 这是小田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到他面前是一个大灯 加一个反光板 这样才好打出明暗结合的星星眼 有人可能会想 我们出去玩 怎么可能弹那么多东西呀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则可以随意一些 比如说让你朋友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 或者随身带一块小的反光板 甚至如果有人穿了一件亮色的衣服 只要能反光 你就把那玩意搁你眼前 哎咱就说也瞬间就不一样了 当然打光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根据场景来 不是所有的场景都是越亮越好 有些时候打光打匹刹了 可能会不如不打 比如在清晨女记者和文盲大总裁里面 露露和弟弟就为我们贡献了 让人心如死灰的床信 二人激情热闻的时候 后面有个超强电灯炮负责范围 把露露小碎发照的赞亮太刺激了 难怪要看超前点播 可是谁家床头会放一盏对人直射的大灯呢 这样的光通常用于审讯犯人 让对方睡不着觉 进入精神崩溃的状态 从而逼出实话 所以从这个反例中我们可以学到 打光的时候最好让这个光 看起来是正常光源发射出来的 切记凭空出现 第二这个光打的得符合 角色当成的状态 以爱这种就属于 往诡异的方向打了 你们想啊 一对天天想玩联机游戏 但又羞于其耻的年轻人 是不可能开大灯 给大家表演的对不对 那么有没有一部剧的打光 值得我们逐针学习呢 有 那就是最近的繁花 王家卫可以说是真正的高阶玩家 审美调打郭敬明都没有问题 其实繁花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今年的杰克苏和多个妹子的爱恨情仇 但他神奇的地方在于 里面的人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但就是让你感觉很有强调 狂拽酷炫的阿宝 说穿的也就是炒股票 加卖衣服的生意人 跟那种哈佛剑桥双学位 正书堆满一个屋 开口社会责任 闭口家族新王的霸道总裁 完全没法比 甚至在阿宝刚开始开公司的时候 爷叔就说得很明白 咱卡里就是个皮包公司 要的就是个噱头 但是当胡歌换上西装走出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他的这个皮包公司 比起实验的商业帝国 腔调其骂高了十层楼 还有唐颜 不管是上世纪流行的粒子大衣 还是码头朴素到极致的车间工装 他都穿出了朝气蓬勃的感觉 能够达成这样的效果 首先是演员的颜值得过关 因为王家卫用的光是很硬的 这种光一少年 从骨巷到毛孔到法令纹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美和丑都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演员的底子一定也要够硬 而且即使有了一堆天然美人 王家卫还是要求等到下午和晚上再拍 因为早上人的脸会浮肿 越夜才会越美丽 可见他对颜值的要求有多苛刻 有了颜值保障 咱来看墨镜王如何大显身通 李李是高冷的老板娘 她擅长布局算计 因此她身上的光总是冷冷的 汪明珠是阳光开朗大甜妞 也是最让保总心动的女孩 因此前期的她总是沐浴在阳光下 但这只是整体的格调 在具体的场景中 老王还会再调细节 比如这一幕 保总眼中的汪小姐 是如同太阳一样发光的 大家刷抖音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美女背后一盏灯 灯光把碎发打出漂亮的轮廓 形成光运和美人胶质的feel 可现在身后的阳光被高楼挡住了 大白天的在演员身后 开大灯又不合逻辑 怎么办呢 根本难不倒老王 她直接用公交车的玻璃 反射侧面的阳光 再把反射光打到汪小姐的头发上 让汪小姐美得特别生机盎然 你们发现没有 老王还用行走的人流 把光挡住又洒开 形成一种虽在白天 却像霓虹一般闪耀的效果 这样明媚的汪小姐 别说保总看了迷糊 哪个观众看了能不迷糊呢 难怪保总忍不住夸了汪小姐一句 这是保总全剧里唯一一次夸人好看 不仅如此 老王还有光 暗示了保总真正的心动瞬间 因为这样的人后眩光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就是初恋雪智的公交车上 一样的阳光透过玻璃打到身后 这不就是爱情的样子吗 这样的人睁不开眼 却又忍不住去看 汪小姐和雪智的重年之处还有很多 比如保总和汪小姐初次相遇时 汪小姐在用蒸汽拖油票 大片的蒸汽围绕着她 而阿宝记忆中和雪智的约会 就是在吃火锅 蒸汽围绕着雪智 让阿宝总是看不清楚她的样子 不仅暗示了阿宝不了解雪智 这种阴韵的氛围和她当时内心爱意弥漫的感觉也是对上的 老王很喜欢这种含蓄到不行的方式 但恰好咱们中国人就是对这种暧昧的氛围最上头 你可能会说 不就是打个光布个景 至于吹成这样吗 那我就必须要给你们看看于老师的技术了 也是慢镜头 也是逆光 他想要表现女二迷倒女主哥哥是这样整的 还有这里 这个半透明的耳朵太出气了好吗 所以我说 普女配鱼症必将引发瞳孔地震 真心希望内鱼少一些鱼症多一些王家味 三年烧掉五个亿听起来很贵 但对比一下 仙剑寺这种垃圾玩意儿也花了三个亿 也就是从成本上说一繁花约等于二仙剑 那这不是太值了吗 其实繁花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看点 比如说诞生了内鱼近期未到最正宗的甜美汪明珠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来一期甜美大PK想看的话 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